其實在上一年社會事件黑暴的情況 很多零售業界的生涯跌了3、40% 持續了6、7個月 而去到疫情 有些業界的生涯甚至乎跌至80%、90% 可想言之 一個企業經過大半年的時間 它是處於虧本 而虧本到最後的生涯都沒有了 所以令到很多業界 有多已經心灰意冷 有多捱不到 有多捱得住 其實都是至於一個懸崖的邊緣 現在有時反對派的人 不知道甚麼人都好 來不可以提出一些所謂的和理商店 他們的商店不是真的買東西 說得難聽一點 俗稱的所謂的坐爆廳 這些零星落索的事 其實會不會衝擊都大到 業界都有很多投訴 跟你說呢 其實在社會事件 黑暴的時間 你可以看到他們不斷在不同地方去倒路 又在商場上有破壞 令到很多香港的市民 其實是不夠膽出街 亦都是左營他們去出街 當我們不去外面消費 自然生意其實就沒有了 剛才說過經過疫情 其實很多商店 其實最後一口氣 最後一口氣 其實希望疫情結束之後 可以賺回一些錢 可以賺回一些薪金 給一些伙計 亦都可以交回一些租金 但你都留意到 校長 在疫情差不多康復的時候 在五一黃金周之前 那些人又開始 又說要和你去哪裏 又要去哪裏 又要去哪裏 當他們聚集那些人群的時候 即是用一些呼叫 也好 喊口號式也好 甚至在某些地方 繼續去破壞 都是令到一些香港市民 其實不願意 或者不敢出街 而這些行為的話 是直接拍到一些商店 可能連最後一口氣 其實他們都沒有了 所以你問我 作為現在代表的話 當然其實我對於這些行為 非常不認同 也希望他們好收手 否則很多香港商店 其實都捱不到有結業 而很多打工仔的飯碗 都被他們打破了